核灾弹 然后这个选择泰德 难度选择杀黄炸弹 剪一个这个皮箱 然后呢一瓶水 赶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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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丢 女儿女儿女儿 女儿然后再来一瓶水 再来一瓶水 然后这个 还有这个收音机收音机 哎额子额子 额子拿一个额子 然后还有这个老婆老婆 老婆然后加一个这个 口风琴口风琴 一瓶水一瓶水一瓶水 快救快救快救 挂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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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不及了 来不及了 防毒面具 还有防毒面具 防毒面具 地图 地图 来不及了 书本好像没拿到吧 好像没有拿到书本啊 书本 防毒面具 第一天 我们点一下这个地图第一天啊 然后三瓶水加上三瓶食物罐头 爆炸前一秒 我们所有人都进入了避难所 太险了 只要我们在一起 真的安然度过 听说罐头汤很有营养 我们没有很多食物 目前还没有 第一天我们就直接度过吧 直接过掉了 第二天 做长远的打算通常是一个很好的策略 但现在我们应该对饮水配给计划更感兴趣 点一下这个背包 一群医生来敲我们的门 他们真实性 他们真的是医生吗 好像真的是医生 给他们一瓶水 过几天就会给我一个医疗包 美之之 非常这个划算的买卖 搞一下 再派我们的尊贵的鹅子 出去搞一下物资 第四天 第四天我们就暂时不喝水 第五天我们在喝 我们最喜欢听广播了 修一下 这个不能修 万一修坏了怎么办 第五天 第五天我们就要一人做一颗水喝了 我们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洗澡了 可以用防毒面具来洗个澡 还好拿了防毒面具啊 不然开局就得贵啊 泰德玛丽珍 摧毁不了你的东西会让你更强 如果能让我们活得久一点 够又算什么 只要确定有防毒面具就行了 泰德不会再渴了 愚蠢的真论很容易升级 过一天 第七天 饥饿饥饿饥饿 我们停止了真论 但能停止多久 多罗利斯真的很想吃点东西 太得饿了 虽然我们不那么喜欢吃蘑菇 但是既然他们殖民了我们一面墙上 我们也就不客气了 现在都是蘑菇要吃吗 不吃蘑菇不吃 第八天 口渴饿口渴饿饿生病 哇儿子生病了儿子 儿子什么都没带回来啊 就出去了一次啊 就这 过去这个废物 有什么用 通风管道 有奇怪的噪音 这个不用看 第九天 饥饿饥饿脱水 那我就一家人全部吃一口吧 除了儿子 弄死算了 本来就没什么吃的喝的了啊 让老婆带一个公文包 可以带更多的物资回来 带更多物资回来 希望老婆能给力啊 第十天 儿子脱水了 儿子 不管他 点一下这个收音机 看能不能有军队过来救我 十一天 饥饿饿饿饿脱水 儿子有点不给力啊 这个 我们对外面的情况了解甚少 还是多了解一些会更好 可以用收音机来帮助我们 饥饿饥饿 饥荒脱水 第十二天 口渴饿 口渴饿 人吃一口饭吧 我们没想到在原子弹爆炸 这么快就接到了电话 该去接电话吗 让我们的女儿去接一下 北红 第十三天 现在完全没有水喝了 以自由之名快开门 外面有一群小丑 他们要劫富济贫 让他们进来 我们现在很穷 他们不会抢劫我们的 第十四天 或许还会给我们物资 大概是一群高中生 出乎意料 他们非常的友好 给了我们一把枪 我操 牛逼啊 过一天 第十五天 无聊和沉闷的气氛难以忍受 我们可以角色扮演一下 用斧头 老婆回来了 看老婆带回来什么 老婆带回来两瓶水 一个纸牌 但是丢掉了公文包 我去这就丢掉了公文包吗 废物 老婆也是个废物 还是这个一家之主 这个自己上上阵吧 我们得灭火 保护一下这个收音机 第十七天 第十七天 鸡荒脱水 鸡荒脱水 一人吃一口喝一口 再派我们泰德自己亲自出去啊 带一个防毒面具啊 这样的话咱们就不会中毒 回来的时候 第十八天 饥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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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疲惫 多洛利斯去了地面 希望他能尽快回来 玛丽坚只能分到一点点的食物 我们的老婆探险回来之后 她的腿上有一小道划痕 不严重 算了用斧头把它削个毒啊 老婆不能生病啊 生病的话 等会谁去给我打物资 十九天 斧头可以不要吗 丢了可以再找 我们决定往外面偷看了一小会 看看拐角处的商店倒闭了没有 当我们要出去 就听到了黑暗中有一阵咆哮 我们点一下这个手电筒 看一看啊 是煎饼 第二十天 口渴饥饿 军方又在收音机里面广播了 他们说他们将侦查附近 寻找幸存者的迹象 要求我们在最近的公交车站 留下几张纸牌 来标记我们的人数 如果我们想在天黑之前 完成这件事 就应该立刻行动 纸牌 用一下 第二十一天 脱水饥荒 今天我们的街区传来了很多噪音 我们猜是动物园里面的动物跑出来了 现在不是打猎的非常好 打猎的好时机 让我们的女儿去打猎 我也回来了 这多少食物啊 我们打猎打出了三罐食物罐头 泰德找到了一把斧头两瓶水两瓶食物 但是防毒面具坏掉了 可以 饥饿饥饿饥饿 三个饥饿啊 三个饥饿的一人吃一口食物罐头 我们的多洛丽丝女儿可以出去啊 今天收到一封美署名的信 陌生人需要帮助他们啊 给他们一罐食物 这个应该是这个兄妹俩 第23天 疲惫口渴 今天天气适合出门 舒展筋骨 呼吸有毒的新鲜空气 让我们的老婆出门吧 这个重大的这个任务就交给老婆了 第24天 把女儿放在家里放着吧 先供着 说不定等会还要靠我女儿来救我呢 来一人喝瓶水 要劫富济贫啊 不能让他们进来 我们现在不能说贫也不能说负 中等吧 但是怕他们抢劫 第25天 饥饿饿饿 我们没有理会那些奇怪的喊叫 门一直锁着 直到吵闹声都听不到了 我们也不知道 是不是该让那些人回来 他们听起来不像坏人 但是在这种乱世 我们能信得过他们吗 他们可能看起来比一些人更坏 一只毛茸茸的野兽啊 煎饼 给他吃一罐食物罐头 煎饼还是要给他吃的 第26天 一个小时不到 小狗就变得活蹦乱跳 不知道汤是用什么做的 但是汤真是好东西 我们决定给狗起个名字 就叫做煎饼 来这里煎饼 你是一个乖孩子 煎饼待了一段时间 但第二天就走了 打赌他会回来 我们可以用一些额外物资 上次去找物资的时候 我们注意到附近废墟 有一辆坏掉的坦克 这个不能去 坏掉的坦克可能会爆炸 爆炸的话 我的女儿或者我都会死 口渴饥饿 口渴饿 一位奸商背着脏兮兮的袋子前来拜访 这个不行 这个是一只猫 这个不要 第二十八天 饥饿 祖父母总是告诫我们 不要没买亲眼雀鸢过的东西 想念Terry叔叔 过一天 老婆怎么生病了老婆 老婆生病了 带回来一本书加上两瓶水 好了 你可以死了 我已经不要你了 点一下背包 一股恶臭 这个不能检查 老婆生病了 将就养他一段时间 然后再让他出去第二次 死也要死在外面 不能死在家里 你死在家里像什么样子 把泰德弄出去 泰德带把斧头出去吧 带把斧头出去 这样的话我们泰德就不会死 第31天 煎饼今天回来很激动 想让我们跟他去某个地方 我们带一下地图 很激动 第32天 疲倦 疲倦疲憎惫身病饥饿 准备充足的远见 肯定是有一张地图 这是我们知道的 感谢我们可靠的地图 我们找到了三瓶食物罐头 三瓶食物罐头 第三十三天 口渴饰生病 我们原先探险的发现的车 并非是强盗的陷阱 一辆冰淇淋车 金属烤架加农炮 我们有合适的装备 就能让车动起来 这个不能修啊 这个修的话 还要修好几个回合 不一定能修好 第34天 饥饿饿脱水 女儿脱水了吗女儿 再给女儿做一口水喝 听收音机的时候到了 听一下 第35天 我怎么生病了 饥饿脱胃生病 卧槽这也生病了 两瓶食物罐头两瓶水 但是失去了斧头 但是多了一个防毒面具 泰德被什么东西感染了 然后都变绿了 我变绿了 饥饿饿饿饿 一人吃一罐食物罐头 罐头还是蛮多的 让我们丢下枪 不能丢 枪这个东西千万不能丢 现在丢了 那我们走 那我们怎么活下来啊 第36天 饥饿口渴 饥饿口渴 给泰德这个 吃一点喝一点吧 再派我们老婆出去啊 这个时候可以 放心的 让老婆死在外面了啊 第37天 你不可能知道 我们玛丽甄 有记忆日记的习惯 我们要读她的日记吗 还是不读了吧 不读了 第38天 女儿脱水了 给女儿做一盒水喝 不我们的煎饼回来了 但是她受了重伤 我们没有医疗包 就煎饼 没办法 第39天 没什么比核弹 从你的头上掉下来 更糟糕的是 但我们错了 我们把煎饼 埋在了遍难所的旁边 该死的掠夺者 就站在门口 用枪把他们赶走 第40天 哇 我居然病好了 给力 病好了 那我就很难死了 那我就 要跟我们交换水芯片 水芯片是什么东西 不换不换 医学奇迹啊 居然自己挨过去了 我们听到两个陌生人 可能是土匪 在搜查我们地面的废墟 我们听到他们说 其中一个人抓了一个女人 描述 与我们老婆差不多 哎呀 把我们老婆抓走了 土匪 这下可怎么办啊 地板传下来很多噪音 不用管 不用管 第42天 女儿脱水了 给女儿做一口水喝吧 我吃一罐食物罐头 他们是友好的幸存者 他们要这个医疗包 然后点一下背包吧 我再找不到医疗包 我再找不到医疗包的话 必须要出去找医疗包 那我就只能派我的女儿出门了 不然的话这个 没人来救我呀 派女儿出门来 女儿一定要给力呀 爹爹养你那么多年 是不是应该养养爹爹了 再把女儿派出去 只要女儿能找到医疗包 我们就能活 喝点水 一个挂索 可以换一个医疗包 滑得来 第45天 我刚好缺什么 就给我来什么是吧 警报 有人试图闯入 不止一人 他们吹口琴 第46天 他们放下了武器 甚至流了几滴眼泪 被我们优美的音乐打动了 他们会放过我们 至少是今天 我这土匪 不要再来搞我了行吗 不要再来搞我了 第47天 女儿怎么还没回来啊 女儿不会回不来了吧 快回来啊 女儿 回来吧 女儿 还没回来 我们到夜湖时 发现有地图 看一下啊 去看一下地图 有没有 第49天 哇 女儿回来了 我擦 女儿给力啊 女儿带回来一个杀虫剂 四瓶食物罐头 加上六瓶水 加上一杆枪 给力的女儿 我们现在有一杆枪 就是说我们可以赶跑土匪一次 我们有一个女儿 然后土匪如果要杀我 我就把女儿贡献给他们 这样的话我就能活下来 对 这样的话我还是能活下来 怎么样 嗯 弄死我 第50天 好 来喝点水 吃点食物 警告 门外有人 直接用枪把他们先赶走 哎呀 不要那么想不开嘛 女儿死了可以再生 老婆没了 可以再找 毕竟我们长得帅 列出你最讨厌的人 附近有土匪 遇到他们就惨了 不能出去啊 现在不能出去了 这土匪 这个女儿就是我的救命稻草 第52天 救命用的 做一罐食物 他们需要这个药物啊 药物赶紧给他们 第53天 土匪 千万别来 千万别来 军方派一个幸存者代表 可以 派一个代表过去 饥饿 饥饿 外面有一个有武器的危险女人 好在她没有子弹 她说她在捉捕荒野野兽 在追捕一只巨大的突变蜘蛛 我们觉得她神志不清 好过一天 第55天 掠夺者就在门口 他们说如果我们不让他们进来 我们就会死得很惨 是时候反抗了 来 口风情 第56天 不要再来了 不要再来了 再来 我顶不住了 我顶不住了 口风情也断了 顶不住了 有人敲我们的门 一个长了很多手的男人 他说 他的人很艰难 找不到物资 下次我们探险的时候 跟我们一起 保证我们平安回家 给他一瓶 死物好了 长了很多手的男人 保证我们平安的回家 把女儿这个给他弄出去 赌博赌两瓶水 来赌 这个人肯定作弊了 我们还没来得及争论 他就离开了 还拿走了我们的东西 女儿 让女儿带个地图出去吧 这样这个快点 第59天 女儿啊 快点回来啊 女儿 又糟了 一群掠夺者在我们的门口 要求我们让他们进 我操 女儿刚走土匪就来 如果女儿在的话 还可以把女儿送给土匪 哎呀 很烦 啊 这就很烦 你知道吧 好了 保护了女儿 我死了 没想到吧 哎呀 这就有点陶醉了 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